迷妹们府里莱卡,陈伟霆卖肉晒42寸凶肌,360度无死角处遇尽诱惑。 你们的男神来了!电视剧《南方幼乔木》即将在本月25日播出,男主角陈伟霆在一开播就掀起话题,先是戏里的电话号码被打爆。 此外,他在故事开场裸身刮胡子,穿衣大鲁背机的画面,更叫观众大喷鼻血。 故事一开场,陈伟霆就放送福利,镜子前刮胡子,裸身让镜头由下往上拍摄,从后方,侧身拍摄时,背部肌肉,手臂二头肌一块块线挑诱人。 紧接着他走到更衣室,下半身穿低腰牛仔裤,上半身已旧全裸,精壮的背脊,自腰身尽收观众眼底,再穿上黑衬衫,拎起外套披在肩上,被近距离拍摄扣扣子,戴手表的特写,最后西装笔挺出发,帅度破表。 南方有乔木改编自校胡如伟的同龄小说,讲述了无人机女博士在经历了感情背叛和事业打击之后,邂逅了神秘身份的酒吧老板石月的爱情故事。 在剧中由陈伟霆饰演的十月,是个有着不为人所知的过往。